欢迎收看老炮电影 今天为大家解说的是由冯小刚主演的电影老炮 是的没想到吧炮哥解说了上百部电影 但这部老炮却没有讲过 解说之前呢炮哥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老炮的意思 老炮在北京话里指的是那些狄龙六鸟无所事事的老混混 影片的主人公六爷就是这样一个老炮 年轻时六爷成是名震京城的大老 因为犯了事在牢里关了很久 等到出来以后过去的那一套早已经不实心了 但六爷还是坚持着用自己的规矩和道义管制周围的不平事 虽然生活常常是入不敷出 但只要兄弟有难六爷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 六爷的妻子死得早 儿子小波跟他也很疏远 只有红颜知己侠疑 处处体贴着六爷的生活 这天六爷得知儿子小波惹了事 不仅抢了官二代小飞的女朋友 还划划了人家的车 结果被人家给绑走了 朋友们建议六爷报警 但六爷觉得是小波有错在先 自己报警不仅意 于是又费了一大番功夫 才找到小波 但小波对六爷的到来却一点也不领情 六爷要替小波赔钱 但法拉利的修理费 六爷负担不起 好事的小罗罗趁机羞辱了六爷一番 六爷自认理亏 没有发难 跟小飞约定三天后交钱 六爷找到兄弟们借钱 但大伙的日子都不富裕 最后还是靠着狭义的帮助 才存够了钱 回家的路上 六爷看见有人要跳楼 回关的人不仅不劝阻 还催人家快点跳 看不下去的六爷跟他们大吵一架 一气之下犯了心脏病 医生建议他入院治疗 但六爷拒绝了 三天后 六爷拿着钱来赎人 却没想到自己的朋友好心办坏事 反而把车损坏得更严重了 双方一言不合眼看就要打起来了 关键时刻小飞喊了停 小飞很欣赏六爷的道义 决定按六爷他们的规矩 决定一周后查假 双方不欠人数 达到福为止 但小飞的女朋友 却提前把小波送了回来 并偷出六爷的钱还给了他 小波一回家 就跟六爷大吵一架 他恨六爷 这些年为了自己的道义 根本没有尽到为人丈夫 为人父亲的责任 听到妻儿受的委屈 六爷神感愧疚 几微酒下肚 父子俩终于兵士前嫌 六爷的心脏病再次发作 医生和侠仪都劝他手术 但六爷却和小波逃出了医院 回到家 他们发现家里一片狼藉 胡同里也出现了一群陌生人 他们让六爷交出那几封英文信 但六爷听不懂他们说什么 双方爆发了冲突 患乱中小波受了重伤 原来小飞的爸爸是个高官 利用小飞的海外账户收手贿赂 小飞的海外账号信息 被他女朋友夹在前台里 不小心拿给了六爷 现在这件事已经不知小飞能够做主的了 六爷找到小飞 表示差价的约定依旧有效 要是他输了 就归还信件 不报警 赢了 信就随他处置 可到了约定这天 六爷这边只来了他一个人 他亮亮呛呛 独自走上湖面 随后赶到的兄弟们 纷纷从车里拿出家伙 但六爷却阻止了他们 他提上军刀 像战士一样向前方跑去 最终 倒在了冰面上 事后 小飞的爸爸因危机而被捕 原来六爷早就将信交给了中继委 六爷说 这叫检举 不是报警 小波将六爷的店改成了酒吧 取名 取义厅 他用自己的方式 纪念着心中的父亲 时代的洪流席卷而来 优胜劣贷 未知劣者 只不过是不能适应当下环境的产物 凡事都图一个在理 六爷的规矩 很傻 却很清楚 很真 年轻的时候我们看古惑仔 事诈风云 热血沸腾 现在的我们看老炮 依旧热血 但更多的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 凯探和悲凉 以上就是这期老炮电影 带给您的内容 老炮电影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 按照射程